嗨,大家好,我是老玩 上周我们的开门老师给大家讲了基础编的前三节 包括虚拟机安装、无半途开发环境 另有个是基本命令 Python基本数据类型讲解 我这节课主要是把上周的习题讲一下 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讲习题 能够让大家对所需的支持有一个巩固 并且我们能够通过习题发现大家的一些问题 从而集中解决 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在虚拟机下录制这个视频 可能光标会出现一个小黑块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这次的话 我是把习题整个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模块里 然后习题的题目用单行注释符进行注释 每道题用分割符进行分割 也是方便大家能够更好地查看 下面我们看第一题 以至字符创s的am例类 请用两种方法取出之间的am字符 我想的解决方法是 第一个用字符创的切片 第二个是用字符创spillet的方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在中端上的速度效果 首先我把am例类 这个字符创对象 复制给变量s 然后我用字符创的切片方法 取2到4 它的工作原理是 取大于等于2 小于4之间的字符 下面第二个方法 是用字符创的spillet的方法 spillet的方法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因为字符创 因为列表的话 它的索引项是从D0开始算起 而我们这am的话 应该是取的是D1个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am 这道题应该问题不大 下面我们讲第二题 在python中如何修改字符创 我的解决方法是用字符创的replace方法 下面我们在控制台上看一下 那个执行效果 首先我把 allow.php复制给 一个变量a-inform 然后调用字符创的replace方法 它第一个参数是 要寻找一个尺寸 我们这里是要替换php 首先所以说我们这里输入是php 后面是要替换成什么内容 我们这里因为要替换成python 所以说这里输入python 输入结果是allowpython 第三题的话 主要是考大家在python中怎么去判断对象的数据类型 是否相同 我们这里就是用两个等号来判断 大家可以在中方上看一下 左边的话是一个自负创2012对象 而右边是一个数据对象 记得是两个等号 然后它返回的是一个force 也就是一个ball型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四题 以至于一个文件text.txt内容如下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个text.txt 文件内容 第一题是请输出内容 因为我们看一下text.txt文本文件的编码是udf-8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转码直接print就行了 第二题的话是请计算该文本的原始长度 因为我们知道python的默认的文件编码是ax码 而一个中文字符它的长度是3 那如果直接用认的话 它计算的结果是不准不准确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先转换成unicode编码 这样的话一个中文字符长度就是1 这里进行转换 然后再来计算原始的长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结果是28 然后第三题的话是请去除该文本的换行 这道题的话我们是用字符创的replace方法 把那个空白字符替换就行了 原来我们的结果是三行 现在就只有一行了 然后第四题 把字符创作的2012替换为2013 这个我们也是用字符创的replace方法 然后第五题的话是请取出最中间长度为5的指寸 这道题的话 首先我们应该找到最中间的起始位置 就是用总的字符创的长度除以2 作为起始点 然后再加5 这样的话是取出长度为5的指寸 再用incode的方法 把它转换为utf-8 进一输出就行了 第六题的话是请取出最后两个字符 这道题的话 我们是采用一个负号 也就是从右向左的方式来进行切片的取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B等以GAY 我们要取Y的话 我们可以用B2 就是从左向右 也可以用B-1 也就是从右向左 第七题的话是 从字符创的最初开始 截断该字符创 使其长度为11 这道题的话 也是考字符创的一个切片操作 我这里 其实是省略了一个0 这可写可不写 0到11 然后再把它转换成udcode 哦不对 应该转换成udf-8 进行输出 结果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1 第八小题 请将第四小题中的字符创 保存为Tax1.py文本 知道解的话 首先我们用字符创的replace方法 替换好字符内容 然后再打开Tax1.py文件 用w也就是可写的方式 再把内容写进去 最后来记得 调用文件的close的方法 来关闭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Tax1.py文件内容 我先把它删除 然后我直接运行 inform这样的话 它是把内容给写进去了 所以说Tax1.py文件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出了点问题 现在结果已经被写进去了 可能刚才是编辑的问题 大家看第五题 请用代码的形式 描述Python的引用机制 我觉得 要掌握好Python的引用机制 主要是理解两点 第一个是 变量保存的是一个对象的地址 而不是指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是引用技术的概念 下面看一下代码 比如说 我们把1234这个字符创对象 复制给Cinform这个变量 复制给Cinform这个变量 那Cinform这个变量的话 它存储的是 1234这个字符创的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通过ID这个方法 来进行查看 然后 我们又把1234这个字符创对象 复制给另外一个编量 BeInform 那BeInform也是存储的 这个字符创的一个地址 所以说它们结果是一样的 而 一个引用技术的概念是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Size模块的Gather ReformCorm的方法 来进行查看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Python中 对象的引用技术 开始是3而不是1 所以说 这里它被引用了一次 就变成了4 这里 又被BeInform这个变量引用了一次 就变成了5 所以说 结果就是5 下面看第六题 第六题的话 我们是希望 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Python对象的引用技术的一个过程 下面先看一下数据结果 第一个是4 第二个引用技术是6 我们就跟踪一下中文编程这个字符创对象的引用技术过程 另外一个Python编程的字符创对象引用技术过程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下面看一下 首先 首先的话 给大家明确个概念 在Python中 对象的引用技术是从3而不是从1开始 首先 所以中文编程 它的引用技术开始是3 然后 它复制给一个变量A 一个A 所以说它的引用技术去加1 第二的话 87行 我们又把变量A复制给B B又引用了中文编程 这个字符创对象 所以说再加1 C也一样 这样的话 就变成了6 这跟我们跟踪的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的这个引用地址是相同的 都是引用了中文编程 这个字符创对象 在95行的话 因为A这个变量 它又引用了另外一个字符创对象 Python编程 所以说 这个中文编程 这个字符创对象 它的引用次数就减1 B的话 它也是 引用了另一个字符创对象 那又减1 然后我们看一下D D的话 D这个变量 它又 引用了中文编程 这个字符创对象 所以说又加1 然后 C这个变量的话 开始 它是引用中文编程 这个字符创对象 现在的话 它也是 被B复制 引用另一个字符创对象 所以说还是减1 最后结果 得4 第7题的话 主要是讲字符创的拼接操作 题目是 请用4种以上的方式 将A和B拼接成字符创C 并指出每一个方法的优劣 我们下面看下这4个方法 方法1 方法1的话 我是用一个 连字符 加号 把这两个字符创对象 给连接起来 它的 列式是 在做大量的字符创对象 拼接时 内存开键比较大 因为它是每一次生成 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字符创对象 而方法2的话 它是用一个站位符 进行拼接 它的列式是 会受那个顺序的限制 方法3的话 我们是用的format 这个来进行操作 优点是 A和B拼接成字符创C 并用逗号分隔 我这里是用张卫符来进行操作 第二小题是 请计算 新拼接出来的字符创长度 并取出其中的第七个字符 我们计算 字符创长度 首先要把它 转换成unicode编码 然后再用run的方法 来进行计算 并取出其中的第七个字符 首先我们用decode的方法 把它转化成unicode的对象 然后因为切片的话 它是从第零个开始 我们取第七个字符的话 那就是等于6 然后取出完以后 再把它encode 转化成utf-8进行输出 大家可以看看结果 就是一个逗号 我们讲的第八题 请阅读视频模块 并且根据视频模块的内置方法 输出录下几题的答案 下面四个题目的话 主要是让我们找0-9的数字 小写字母 标点符号 以及大写字母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python的一个内置方法 也就是hive方法 它能够打印帮助文档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手册 来进行查看 首先我导入是军模块 然后用hive方法 查看 比如说我要找所有小写字母 第二行就是它的解释 前四点的话 都可以通过这个手册来查看 这里就不讲了 第五点的话 请使用认为最好的方法 将上面前四个的字符串 并且成一个字符串 我的想法是可以用几种方法 比如说字典 字符串的准方法 站位符 以及format的方法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实现一下 我只是用两个方法来实现 第九题 以字字符串 A得M而不爱 in China 假设 不爱和China是随时可变换的 例如不爱可以替换为go和gay 而China可能会改成别的国家 让我们怎么好 进行灵活的配置 我这里是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用了一个字典的进行替换 第二个是用了format的方法 再看输入结果 然后第二条题的话 请使用两种方法 取出期间的字符不爱和China 我用了方法一是用了字符串切片 方法二用的是字符串的space方法 首先把它切割成一个列表 然后再用下表的方式来访问 这个相信大家问题也不大 第三个是请找出第一个i出现的位置 这我用两个方法 第一个用的是字符串的fine的方法 第二个是用的index的方法 它们的区别是 fine的方法 相同点的话 都是返回第一个出现的位置 而不同点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这里用fine的方法 查找a 字符a 它返回的是一个1 就是它的位置 如果我查找的是一个b 它返回的是-1 但是我用index的方法的话 它如果是查找a 它也是返回1 但是如果它查找字符b 这是不存在的 它就会抛出异常 这是它们的相同点 就是说都会返回字符串的 子串的出现的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不同点是 fine的话 它如果没有找到子串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1 而index的话 它直接会抛出异常 第四小题是 请找出tina中的d 中的i字符 在字符串a中的位置 这个我也是用两个方法来解决 第一个是用的fine的方法 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文档 它这个文档的话 后面有一个那个 有两个那个 中关号 它这个是可配置选项 就是告诉我们 可以从起始点 可以我们来配置 比如说 我们需要查找 tina中的di个 如果我们没有指定它的起始点的话 可能会找的是 第0个 返回的结果也是0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就要先指定一下起始点 起始点的话 我们可以先查找一下tina的位置 然后再查找 以它的起始点作为起点 然后再查i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是准确的 第二个方法是用的rfine的方法 就是从右向左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也能够找到 我们想要的结果 第四题是 第五小题是 请计算 支付创一共有几个逗号 这个我们可以用支付创的 空的方法 下面讲的第十题 请将模块 使均匀的帮助文档 保存为一个文件 我们先导入size模块 第二的话是打开 text.log文件 用可写的方式 第三步的话 我们用size.install的属性 它是将标准的输出流 绑定到文件的写入方法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在后面 把标准的输出流 help这个函数 输出的支付创 能够写入到文件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这个text.log文件里面 有内容我把它删除 然后我运行一下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它已经将内容给写进去了 看见两个同学的习题 一个是西程乐同学的 一个是safe同学的 首先我们看西程乐同学的习题吧 从整体的习题完整情况来看 说明西程乐同学 对上周的基础知识点 掌握的还是比较好 并且格式也是比较整齐的 这里我们要鼓励他一下 下面我们稍微细看一下 他的习题吧 比如说第一题的话 西程乐同学 他是用两个方法来 去指创 主要是用了自付创 一个切片方法 和范的方法进行结合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第七题 一个是自付创 一个拼接 西程乐同学 能够用四种方法 并且能够 说出他们的优劣 我觉得这点 还是掌握的比较好 还有第九题的话 西程乐同学 能够用自付创 的范的方法 来查找指创 唯一不足的是 第四大题的 第三小题 我们先看一看题目吧 题目是 请去除 开文本的换行 我们再看看 西程乐同学的 解决方法 他是 首先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再调用文件的 RadeLang方法 也就是读取一行 再去除 右边的空格 并且用运算符加等 来拼接自付创 我觉得 这种方法的话 不是太好 效率 比较低 因为他每一次 拼接的时候 都会新的 生成一个 自付创对象 推荐用 我这个方法 就是 直接 读取内容 然后再用 自付创的 replace方法 下面我们看一下 Safe同学 完成的题题 我感觉 Safe同学 这次完成的 还是比较好 用了我们以后 将给大家 讲的函数的概念 并且用了 多函数字符 这种方法 有利于团队 进行合作 开发 并且还用到了 一个 eval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功能 是将语句 是将 自付创 语句化 这样的话 他就会 自动的去调用 这些函数 然后 我稍微指出一点 不好的就是 尽量不要用 系统的关键字 来作为变量 这样的话 不是太推荐 这种方法 我稍微指出一点 我稍微指出一点